好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 我相信大部分的同学都已经进到这个直播间里面来了 那我们上节课跟我一块回忆一下 我们到底讲了什么 上节课我们在讲这个货币时间价值的部分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好多的这些公式啊 包括系数的表达式 对吧 在那一部分呢 其实是我们后面整个督直的一个计算的基础 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一部分的基础打牢了 那后面到了具体应用的层面上 不同的资产我们如何去进行价值评估 它的最本质的这个模型啊 其实就是一个现金流量的折线模型 那其实现金流量折线 你从名字上就可以听得出来 我就是把未来的那个现金流量找出来 然后呢 我把它折算到现在这个时点来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计算限值的过程 那就是你未来找到那个折线率 未来找到这个现金流量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计算限值了 那整个计算限值的过程呢 其实都是我们在第二节的货币时间价值里面 给大家介绍的这种计算方法 所以它为什么会成为我们后面的一个理论的基础 或者计算的基础就源自于这里 因为整个折线的过程就是在第二节去介绍的 那其次我们在第三节我们开了一个小头 第三节我们在给大家去讲风险与报酬这中间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讲到了第一什么是风险 第二什么是报酬 那么在风险和报酬的概念当中 我们尤其给大家强调的是风险的概念 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经常提到的口头上所聊到的这个风险 可能会不太一样 我们平时会把风险定义为其实就是危险 但是我们在财务管理的这门学科当中 我们给风险一个更为科学的定义 那么它其实指的是一种结果的不确定性 它既有可能是危险 也有可能是机会 那么这种不确定性我们如何去衡量呢 它其实会有一个预期值 那么沿着这个预期值 我上下波动的这个程度 波动性 或者是我们距离这个预期值的离散程度 这个离散性 它其实就可以来衡量我们这个结果的不确定性 这个风险 那因此 我们进入到整个风险与报酬 我们知道它的概念之后 我们就要找一些定量的指标来衡量这两个东西 那我们在找定量指标的时候 首先我们去看报酬 那报酬呢 其实是有一个预期值 那这个预期值一般情况下就是按照它各自的权重 然后我们去算一个加权平均的预期 然后对于风险来说呢 其实我们就要去考虑 到底我们是针对什么样的资产 我们去进行风险评估 那同时我们还要考虑 我们这个资产啊 它里边包含的个数 对吧 我们单项资产 有单项资产的风险评估 然后两项资产的 然后更多的一个资产 组合在一起的资产组合 我们分别应该如何去衡量它的风险 我们上一课给大家介绍的是 单项资产的风险评估 那这里面还能不能想得起来 不要去翻书啊 就跟着我抬头一起去想一想 还能不能记得起来 我们上一课讲到 单项资产的风险评估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几个指标 几个指标 分别这几个指标 名称叫什么 还能不能回忆得起来 在你们评论区告诉我 我们分别介绍了哪几个指标啊 哪几个 方差 标准差 和变异系数 对吧 那方差 标准差 变异系数 在什么这样的情况下试用 或者说 为什么我们要有三个 不同的指标来进行风险的衡量 这个还能不能回忆得起来 我们其实给大家介绍了 为什么我们先出现了方差 然后为什么有了方差 我们还要有着标准差 为什么有了方差和标准差 我们还得再来一个变异系数 这中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 是我们分析那个 风险波动的那张图 还记得吧 那张风险波动的图啊 如果我们正负都去考虑抵消的话 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发现 风险我们没法去衡量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通过方差 把所有的离散 不论是它是正向的离散 还是负向的离散 我们都能把这个离散程度给评估出来 所以我们得去算一个平方 对吧 得把所有的这种离散程度都通过正数 不要让它正负抵消 然后计算出来一个方差来衡量 我们的波动性或者离散性 同时 由于我加了平方 所以整个离散程度 其实它的那个风险被我放大了 看上去那个绝对数本身 其实变得更大了 那这个时候 我为了让它回归到一个 相对比较标准的程度 所以我把那个平方 再把它给去掉 对吧 去掉的过程就是开平方的过程 那开平方对方差开平方 其实就是标准差 这就是我们让风险回归到一个 我们看上去绝对值上 相对比较标准和合理的水平 那我们就引入了这个标准差的概念 好 那标准差的概念引入进来了之后 我们再往下走一步 我们会发现标准差和方差 它有一个问题 它都是一个绝对数的指标 所以如果我们不去考虑 它的预期值的情况下 像我们上一课举的那个例子 举的那个例子是 我的预期值就是15% 两个项目的预期值都是15% 这个时候 我只用去对比 它们俩的方差和标准差 就可以做出我们最后的决策结论 但问题是如果预期值不一样 一个我的收入 这个收益的预期是18% 一个收益预期是15% 这个时候 我们如何去比较呢 就没法比较了 所以我们要引入一个相对数的指标 哪个数字影响了我的比较 预期值相同不相同 对吧 那我就直接把预期值给除到分母里面去 除了分母之后 它就变成了单位预期收益之上 我需要承担的风险 你看我在说的时候 我不写 我不写你就需要跟着我的这个思路去想 那我一写呢 文字就会帮助你去做一些回忆 但是你也不用去看书 你就听我讲 你听我想 然后慢快速的去回想 我们上这课讲的这个内容 看能不能跟得上 你看如果我们把这个预期的收益 除到分母里面去 我们得到这个数字 它反映的其实就是 我们的单位预期收益之上 我所需要承担的那个风险 而这个风险由于我们说 标准差 它反映的是更合理的 那个标准的风险程度 所以我们上面衡量风险的那个指标 我们不用方差去除 我们用标准差去除 用标准差去除以 我们的预期的收益 那个预期值 这样计算出来的就是 单位预期收益之上的标准差 那也就是单位收益之上的风险 那用这个变异系数 我们就可以去对不同的项目来进行评估了 因为我们把所有的预期收益 都调整为了单位值 每一块钱或者每1%的单位收益率 上面我需要承担多少的风险 这就是我们所讲到了 变异系数 标准差 方差 这是对于单项资产而言的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进入到资产组合的风险与报酬 资产组合 还是那句话 我们要循序渐进的来 资产组合当中 我们先去组两个资产进去 然后呢 我们再放更多的资产进去看 首先对于我们这考试而言 其实考到哪个程度就差不多呢 两项资产 差不多了 我们整个考试考到两项资产的一个投资组合 就已经差不多到头了 如果考更多项资产 三项资产的 五项资产 十项资产的一个投资组合 还要考你一些具体的计算 那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哪怕是两项资产的投资组合的计算 考的也都比较少 更多考的是结论 所以大家先放轻松你们这个心态 不要觉得说我们接下来的这些内容 怎么又遇到这么复杂的公式 这些公式在考试的时候 核心考的不是计算 考的是你对于我们整个投资组合的风险 与报酬的评估 这些结论的把握 更多的是在结论性的内容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说一说投资组合 那投资组合 既然是组合里面就不止一项资产 它一定是有多项资产的 那它的收益是什么 它的收益是这个资产包里边包的各单项资产 他们各自收益的加权平均值 你看这个资产在这个资产包里边 它的占比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吧 我有的资产它占比高 有的资产占比低 那其实就像你作为一个投资者 你去做了一个投资组合 你的投资组合里边包括了十项资产投资 但是你这十项资产投资 你可能并不是把手头上的资金 平分成十份投给这十个资产的 你很有可能其实是有的投的多 有的投的少 对吧 那你就按照各资产在整个投资组合当中的占比 然后去算一下他们收益的加权平均数 这个就是组合的加权平均收益 好收益上其实是很简单 但是风险上我们上节说讲了 风险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当这些所有的资产组合在一块的时候 它的风险并不是各单项资产风险的加权平均值 因为通过这么两两组合 或者多项资产一起组合了之后 投资组合是可以降低风险的 来这个地方我们又要咬文嚼字一下了 那我问你啊 是不是投资组合一定能够降低风险 大家在评论去告诉我 是不是投资组合就一定能够降低风险 并不一定 对吧 投资组合在这里我们讲了 它叫可以降低风险 那因此我们后面要去讨论说 投资组合在什么情况下 它是能把风险给降下来的 那又在什么情况下 它其实哪怕组合了 它也没法降低风险 那所以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去研究 在组合的这种情况下 可能风险我们如何来进行衡量 好了那回到我们整个的风险 与收益的这个角度来 收益很简单 我们不用去讨论 我们在这里重点讨论的是风险 好投资组合的风险 它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什么 首先我们想都不用想 各单项资产的风险 影不影响投资组合的风险 绝对影响 对吧 要不然你那投资组合里边 组什么样的资产 你肯定是要去选择不同的资产 往里边去组 那你各单项资产的风险 是一定会影响到组合的风险 所以这是它的第一个影响因素 各单项资产的风险 肯定会影响 但除此之外 如果它只受到这个因素的影响 那么它的组合风险 就应该是 就应该是 加权平均值 但因为它还有其他的因素 在影响着组合的风险 所以我们的结果 就不是各单项资产风险的 加权平均值 那接下来 还会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呢 就是我后面说的这个 各资产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 相关性 各资产之间的关系 什么意思 我们就以股票为例 有的股票它在涨 有的股票它在跌 我们直接看资本市场上面 就是这样的 对不对 我们经常会看到 两只股票摆在你的面前 是不是大盘涨的时候 所有股票都在涨 是不是大盘跌的时候 所有股票全在跌 我们说确实 可能有很大一部分的股票 它是随着我们大盘涨而涨 随着我们大盘跌而跌的 但是也有一些股票 它并不是跟着大盘 永远是保持一致性的变动的 那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当你把这些变动情况 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这种资产 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它们相互之间的风险 就会相互抵消 你看当大盘跌了的时候 大盘跌了的时候 你的这个资产组合当中 有一半的资产 它是随着这个大盘 再往下跌的 那你看你就得承担这个损失 对不对 但另一半的资产呢 正好因为你做了组合 另外一半的资产 它不是随着大盘往下掉的 它是跟着大盘往下掉的时候 反而它再往上涨的 那这个时候 由于你做了这样的资产配置和组合 那一涨一跌 正好这个收益和损失 它帮你去更好的平衡了 你整个组合的这个收益 或者是组合的风险 那因此我们会看到各单项资产之间的关系 会影响到你整个组合最后的风险结果 所以它的相关性和各单项资产的风险 决定了我们组合的风险 最后反映的其实是资产的收益率之间的 相关性的指标是什么 就刚才我们说了 各单项资产的风险怎么评估 我们在上节课的这个小尾巴 我们给大家介绍完了 对吧 单项资产的风险 我们通过方差或者标准差或者变形系数来进行衡量 所以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解决的就是第二个问题 我们要衡量组合的风险 我们已经知道它受两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个因素我们可以定量评估了 那问题就是第二个因素我们如何去评估 这个相关性我们拿什么来进行定量的计算 下面一句话给你讲的就是这个 收益率之间的相关性的指标 用的是斜方差或者是相关系数 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就是 你的这个相关性 这两个用来评价相关性的指标 是从何而来的 以及它应该如何完成计算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一个叫斜方差 斜方差斜方差 你看上去就应该会跟方差联系在一块了 对不对 因为它后边落脚都是叫方差 只不过前面加了一个斜 那方差叫variance 斜方差叫covariance 所以它前面就是多了一个小前坠 那这个小前坠其实就代表着说 方差和斜方差它其实是有关系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斜方差的这个定义 斜方差是用来衡量两个变量之间 共同变动的程度 那我们来想一想方差是什么 方差是什么 方差其实是衡量离散程度的 但是方差它用于衡量的是单向资产的 它的预期值的变动程度 对吧 它是单向资产的 单向资产请问 一个变量还是两个变量 如果就单向资产的话 是一个变量还是两个变量 它没有这个相关性 对吧 所以它就是一个变量 但是斜方差呢 两个变量 所以这就是斜方差和方差的区别 方差我衡量的是一个变量 它的结果的变动性 所以你看在这里面 斜方差 我只不过是把一个变量改成了两个变量 由于我再衡量的是两个变量 相互之间的变动程度 所以我们给它前面加了一个斜字 叫斜同嘛 对吧 斜同变动 所以叫共同变动 所以它就是一个斜方差 它本质上其实也是方差 那么方差是什么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把方差跟斜方差的关系找清楚了 方差是一种特殊的斜方差 方差是一种特殊的斜方差 有同学 你看在这你不要把它的特殊性和一般性给找混了 一般性其实是斜方差 因为我们通常衡量 我们可以衡量的是两个变量相互之间 共同变动的程度 但是呢 我们说在特殊的情况下 这两个变量相等 或者这两个变量是同一个变量 两个变量合二为一的时候 我们说它是一种特殊的情况 而这个特殊的情况是方差 所以这一般性的指标其实是斜方差 而特殊性的指标是方差 方差指的是一个变量 它自己围绕自己去变的时候 它自己的这个预期值偏离的这个预期程度 那么斜方差指的是两个变量 这两个变量不一样 它共同变动的程度 所以这是两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再讲清楚一下 好了 那接下来 对于方差而言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绝对数的指标 那我再问你斜方差是什么指标 绝对数指标 对吧 所以这个结论你也能把握住了 所以斜方差能不能拿来直接去做比较呢 也不好比较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是拿来干嘛的 相关系数就是一个相对数的指标 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用于去做比较 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你又搞清楚了 为什么有一个斜方差 我们还要有一个相关系数 原因就在这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 斜方差它能代表什么 斜方差我们会有一个小的计算 这个计算我们等一下来说 但我们先来说斜方差这个结果 它的含义 斜方差计算出来的结果 如果是正数 那么代表着两个资产相互之间的收益率 是同方向变化的 一个涨 另外一个也会涨 一个跌 另外一个也会跌 两者之间的收益率的变动方向相同 如果斜方差为负 那么意味着两项资产的收益率 呈反向变化 一个是上涨 另外一个在下跌 一个在下跌 另外一个在上涨 所以这是斜方差的计算结果 它所能够带来的结论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大家首先要能够知道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说斜方差的公式计算 好 斜方差的这个公式啊 首先还是那句话 考试的时候考不考你计算呢 不考 基本上大家就可以把这些斜方差的公式 当做你的一个课外的信息补充就可以了 你不用去特别强求自己 要把这个数学公式给掌握的多么的仔细 没关系 考试的时候一般情况下 不会让你去计算斜方差 而是通过给你已知条件的方式 把斜方差直接告诉你等于多少 可能让你计算的是啥呢 可能让你计算是后边的相关系数 而不是斜方差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斜方差和相关系数中间的这个关系就可以了 所以斜方差在这里面大家简单看一看就行 那斜方差在这里面 其实啊 我们再想一想啊 还是那句话 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方差的这个含义 然后斜方差和方差之间的关系我们也知道了 然后方差呢就是一种特殊的斜方差 所以请问大家 斜方差的这个公式在什么情况下 它就是方差了 什么情况下它就是方差了 X跟Y相等啊 对吧 X就是Y Y就是X 两个变量合二为一 变成一个变量的时候 它就是方差 只不过方差当中 我们在这个X里面我们把它分化成两个 一变成二 然后变成两个变量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斜方差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所讲的两者之间的关系 那你若是两个变量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分别去看两个变量跟它的那个预期中间的偏离程度 所以你看后面这个公式啊 其实就是X跟它的预期的偏离 Y跟它的预期的偏离 然后两者通过乘法去进行连接 然后我们最后看一看它俩相互变动的情况 你看偏离的程度啊 假设你就不用看最后这个狮子 你就看这个狮子 看上去比较复杂的狮子 其实它更好理解 因为X-X8 其实这就是X它的实际情况 跟预期中间的偏离程度 对吧 然后后面的Y-Y8呢 其实就是它的Y的实际的这个收益率的变动 跟它的预期中间的这个偏离程度 那好了 两者如果用乘法相连接的时候 假设前面一个偏离程度是正的 后边一个偏离程度是负的 那是不是意味着两者反向变化呀 那计算出来的斜方X 你说是正数还是负数 负数 对吧 那如果前面一个是负数 后边一个计算出来也是负数 那就是指的 两者是同方向变化的 一个负数乘一个负数 是不是得出来的结果是正数啊 所以斜方X是正数 代表着两者是同方向变化的 所以你看 当你能够把中间这些特别复杂的式子 它的含义 背后的含义理解清楚 你也不用记着这个计算公式 你只要能够把背后的结论把它把握住就可以了 这是斜方X 好 那斜方X理解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说 它是一个绝对数的指标 那相对数的指标是什么 相对数的指标是什么 相对数的指标就是这里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呢 它是用来衡量两个变量之间变动的程度 所以它跟我们的斜方X想要去评估和衡量的东西是一样的 只不过一个是绝对数指标一个是相对数指标 好 那所有的绝对数指标到相对数指标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相对数指标 都是为了去解决那个绝对数指标 不能拿来去直接比较的这个问题 对吧 那所以如果是引入相对数的指标 我们核心这个相对数指标 它要反映的是什么呢 是那个单位变动上边所需要承担的风险 或者单位变动上边所能够带来的其他的协同变动 你看能不能理解这个概念 你看我们之前在讲这个变异系数的时候 我们说它是单位的预期收益率上边所要承担的标准差 那么到了相关系数这里面其实也一样 我们要衡量的是两个变量之间的那个单位变动的程度上面 我们要接受的它的协同变动的那个程度 你看所以在这个角度上 如果我们能够把相对数和绝对数这个指标相互之间的关系理解到位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去看相关系数这个公式 我觉得应该会更好理解一些 为什么 你看啊 我们之前说上边应该是我们要去承担的 下边呢是那个影响我们具体的比较的那个值 对吧 所以我要把影响我们比较的那个给除到分母上面去 算单位的那个值上面需要承担的结果 所以你看我们在前面讲变异系数的时候 我们要把那个影响我们最后比较那个预期值相不相同去的问题 给解决掉 所以我们把预期值给除到分母里边去 那现在对于这里面的两个变量之间的变动程度 影响我们比较的是什么呢 影响我们比较的是什么 影响我们比较的是单个资产 或者说这个组合里边的这些资产 他们各自的这个风险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那好 如果他们的各自的风险 其实是我们在这里面核心要去解决的问题 因为大家想为什么是这个 来这如果把这个原理你理解了之后 这个公式真的 真的是这个没有那么难记啊 你回过来看一下定义 定义里面已经告诉你了 组合的风险就受两因素的影响 一个是各资产的风险 对吧 这里边各个单项资产的风险 另外一个就是相关性 而我们现在要算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要算的是相关性呀 对吧 现在我们要求的是他呀 我要评估的是他到底如何去进行相互资产组合之间的比较 好了 那因此我们在考虑相关性的时候 我们要把另外一个指标给控制住 要把另外一个指标转化成一个单位值 转化成一个标准值 要把它除到分母里边去 那我选哪个除啊 我除什么呀 把1这个影响因素给除到分母里边去啊 所以你看 回到我们相关系数的这个公式里边来 你看他的分母是啥 分母其实就是 x这个资产的标准差 和y的这个资产的标准差 对吧 你把它给除到分母里边去 就是要剔除掉 它前面影响那个组合的风险 里边另外的那个变量 那它算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指标呢 或者相关系数 它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呢 除了这个文兜兜的最开始的定义以外 我希望大家能够去理解 它指的是两个变量 两个变量 每单位变化 每单位变化时的相似程度 这句话不太好理解 不太好理解 但是呢 你根据公式和根据我前面所讲的这个原理 你看能不能大概的把它的意思给了解了 其实现在就是 以前我们看的是单个变量 现在我们看的是两个变量 而两个变量呢 这两个变量它各自都有各自的这个风险 而各自的风险又会影响到我们组合的风险 所以现在我们要考虑就是 把各自的这个风险给标准化掉 我们把各自的这个风险的影响给剔除掉 所以我把它给除到分母里边去 那因此除了分母之后 它就变成了两个变量的单位变动 对吧 两个变量之间发生单位变化 每变化比如说1% 那么它在上面 它在它的分子上 所能够呈现出来的相似程度 或者所能呈现出来的共同变动的程度 所以你看怎么去理解这个公式 其实就是这么去理解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所有的分式 它都可以被翻译成 单位的分母变动之上 所需要承担的分子 所以相关系数也一样 相同的 所以这点看上大家是不是更好去理解 因为我们所有的分式 你都通过这一个模型去理解它的背后含义 我相信你其实就能把所有的分式 背后的原理都能看懂了 可以吧 好 相关系数这个概念 大家清楚了之后 接下来 当这个相关系数的公式出来了 自然而然你就会发现 它跟我们前面所讲的 这个斜方差之间的关系是啥了 对吧 斜方差不就在分子上吗 所以如果我们把斜方差拿出来 变到左边的分 这个左边等式的左边 你说斜方差它等于啥 它是不是就等于相关系数 乘以里边这个单向资产的标准差呀 对吧 所以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相关系数 和斜方差之间的关系 给找出来了 那再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想一想 既然我们有了相关系数 那相关系数最后的取值范围是多少呢 我们如果用这个斜方差来衡量 斜方差这个数字 它的取值范围非常非常广 那现在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个指标 把这个取值范围给压缩压缩再压缩 压缩到一个我们非常非常容易去进行判断的 这个取值范围当中来呢 可以 就是相关系数 因为它可以帮我们把整个风险评估的范围 压缩到正一到负一的这个区间里面来 那因此通过这个取值范围 我们需要研究的就是 当这个相关系数取到一些特殊值的时候 它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你看负一到正一的这个取值区间 有哪些特殊值 你觉得我们是要去研究的 有哪些特殊值得去研究啊 一头一为总得研究吧 当它等于负一的时候啥意思 当它等于正一的时候啥意思 以及它等于零的时候是什么意思 好 这三个特殊值我们是首先必须要去把握的 然后我们再去想 还有两段区间 对吧 就是这是三个特殊值 负一正一和零 还有两段区间 一个是小于零的状态 一个是大于零的状态 小于零大于零的状态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刚才是不是已经讲过了呀 所以这两段区间的结论 我们是已经非常清楚的 因为相关系数大于零的时候 意味着我们两个资产相互之间是同方向变化的 而相关系数小于零的时候 意味着我们两个资产相互之间是反方向变化的 所以大于零小于零的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 我们接下来重点研究的是那三的特殊值 所以来看 等于一的时候叫做完全正相关 等于零的时候叫做缺乏相关性 而等于正一的时候负一的时候 是完全负相关 所以这三个是我们之前没有得出结论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意思 完全正相关指的是一种证券的报酬率的增长 总是与另一种证券报酬率的增长是同向的 且因为它等于一 所以它是成正比例的 所以它是成比例增长的 比如说我每增长1%另外一个就会增长两倍 或者增长这个0.5% 对吧 那这个就增长 它的增长一倍 那的也增长一倍 这个增长这个0.5倍 那的也增长0.5倍 它是完完全全正相关 它是成比例的 这是相关系数等于一 那如果相关系数等于负一呢 它叫完全负相关 也就是一个证券的报酬率的增长 总是与另外一个的减少是成比例的 所以就是一个增一个减嘛 对吧 刚才我们说的正相关是指了两个同方向变化 然后成比例 然后现在说完全负相关呢 是两个反方向变化且同比例变化 那我们中间等于0是什么意思 等于0是两者不相关 两者不相关 每种证券的报酬率相对于另外的证券报酬率是独立变动的 两者之间不存在相关性 那好了 我们后面都用括号里面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例子来告诉你 那它的相关系数在什么情况下 等于正一大于0等于0小于0等于负一 我们来看一看 看能不能帮助你把相关系数的概念更好的去理解 什么叫做完全正相关 考试 考试怎么算分 你考100分怎么算 所有的题目全做对嘛 对吧 80分怎么算 那每道题目一个一个去计算分值嘛 好了 那所以你做对的题目的数量和你的考试成绩中间是不是一个成比例的变动啊 是不是它一定是每多做到做对一道题目你的分数就会涨一部分啊 所以它是完全正相关的 好 那正相关是什么意思 完全正相关是成比例变动的 而正相关只是说它俩的方向一致 但是两者是不是按比例去变动了不一定 比如说复习时间与考试的成绩 你复习时间越多 那考试成绩应该是越好 但是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一个稳定的比例关系呢 不一定 有的同学他复习的是有效的 对吧 所以呢 这个时候他的复习时间越长 这个可能他的考试成绩也越高 甚至他不需要那么长的复习时间 他的考试成绩也可以很好 但有的同学呢 他复习时间是很长 但是他复习的效果并没有那么好 因此他考试成绩提高的程度也没有那么快 那这个时候两者中间的关系就相对更复杂一些 他不是一个完全的简单乘比例的变动 但我们只知道的是 他两者之间肯定是同方向变化的 那等于零是什么 国足的进球数和你的考试成绩 压根没关系 人该进球的进球 人该输的输 对吧 然后你的考试成绩根本不受人进球不进球的影响 所以这两者叫做相关系数等于零 那么相关系数小于零指的是反方向变动 那反方向变动指的是你玩的时间和你的考试成绩 这个有同学 这个就可以把它跟复习时间对比起来了 复习时间是你用在学习上面的时间和你的考试成绩是正相关的 那么当你没有用在学习上的时间 你去玩了的时候 你玩的时间和考试成绩不就是复相关了吗 最后完全复相关指的是你的学习时间和非学习时间是完全复相关的 因为这两个就是此争彼减的一个过程 对吧 此争这边这个学习时间增长了 那对应的你的非学习时间一定会被压缩 因为总量是保持不变的 每个人一天都是24个小时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把生活当中的这种相关系数不同的取值 和我们在这里面所讲到两项资产中间的关系 这个对应关系大家能搞清楚 能够把相关系数的含义理解到位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两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去衡量相关性的指标 那回到我们最后两项资产的风险 我们最终如何来进行计算呢 如何来进行计算呢 我们刚才讲的其实是 它的风险当中其中的一个因素 叫做什么 叫做相关性 对吧 因为我们整个的组合风险 其实是包含两个因素的 一个因素呢 其实是各单项资产的风险 而各单项资产的风险 我们是用标准差来进行衡量的 那么除此以外 它还受到我们的相关性的影响 因此我们刚才研究的是 相关性的第二个因素 我们如何来进行衡量 那那类因素当中涉及到了 协方差 还涉及到了相关系数 那因此到这里我们其实就介绍过了好几的概念了 第一个 标准差 但衡量单项 单项资产的风险 然后呢 协方差 对吧 它是衡量我们所说的这个 两个资产相互之间的 协同性 或者是相关性 还有呢 相关系数 它也是用来衡量相关性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回头来 我们要把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 最后能够把这些资产组合的风险给衡量出来 那因此我们组合的风险 通过什么来衡量 组合的风险和单项资产的风险 你不要把它理解的太过于复杂 你最终要衡量什么 你最终衡量的是那个波动性 衡量是那个离散程度 而波动性和离散程度 最终你的那个绝对值的指标是啥呀 就是标准差呀 对吧 你不用管我衡量是什么的风险 资产组合 你最后如果把它拿成一个整体碳 它是不是也是一个资产呀 只不如这个资产里边 还有好多的小资产而已 但它本身作为一个组合 它也是一个资产 那这个资产它的风险应该怎么衡量 还是我们最开始要讲到那个标准差 所以我们组合的风险 也是要去计算组合的那个标准差 只不过组合的标准差里边的因素 会复杂一些 它涉及到了里边各单项资产的标准差 还涉及到了里边各单项资产 相互之间的相关性 所以要把这两个因素都考虑进去 都考虑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得到了下面组合的这个标准差 它的公式 这个公式看上去很复杂 对吧 我们把它一点一点的给拆出来 拆出来了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它的公式没有那么的复杂 因为我们都知道 a加b的平方等于什么 a加b的平方等于什么 这个很简单吧 应该没有同学不会了啊 a加b的平方等于a方加b方加上2ab 对吧 这个公式大家应该是在初中数学当中就已经学过了公式 那这个公式如果大家能够理解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里面的小a和小b用我们两项资产来进行替代 那小a是什么呢 小a就是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第一项资产 它的能够贡献的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风险 那它贡献的风险是什么呢 它的风险本身自己用什么衡量 是不是就用它的标准差衡量 所以a这个资产或者第一项资产 它自己的风险 其实就是用它的标准差来衡量的 cdm1 那它到了组合里面 它所贡献的那个风险 你是不是前面还得乘以一下它的权重呀 所以前面的a1指的是 你第一项资产在这个组合当中 对应的那个投资比重 所以投资比重乘以这个单项资产 它自己的这个单项资产的风险 那么我们把它定义为是第一项资产 在整个组合当中的独立风险贡献程度 我们就把它定义为是这个小a了 那第二项资产 我们一共就两项资产 我们研究的是两项资产这个组合 那第二项资产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 它自己的风险是用自己的标准差来进行衡量的 前面再去乘以它对应在这个组合当中的投资比重 就是它在组合里面所贡献的单项资产的那个风险 那这个我们用小b来表示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把这两个作为小a和小b 带到这个公式当中 其实它就是在帮我们看上去 好像在计算方差 对吧 然后我们开一个平方不就是标准差了吗 所以你看把这个公式带进去了之后 它变成了什么 我们就直接把它往下写 就a1sigma1 的平方 加上 a2sigma2的平方 加上 二倍的 a1sigma1 a2sigma2 对吧 这个是不是就容易理解了 你把这个小a和小b 通过我们刚才的这个方式给替换进去 替换进去之后啊 你再来看一看 跟我们上边的这个公式里边 它差了啥 这a1sigma1平方 a2sigma2平方 没了吧 对吧 这不是一样吗 完全对应起来的 二倍的a1sigma1 a2sigma2 一样的吧 就是多了一个这一点 组合的这个标准差里边 就是要把相关系数 这第二个影响因素加进去 它加在哪 加在哪 加在后边这个2倍的ab里边去 因为你前面的a方b方 那a方跟b有关系吗 b方跟a有关系吗 没有 人考虑就是独立的这个单向资产 它的风险贡献度 那后边的这个2ab 才是考虑他俩之间的协同效应 才考虑是他俩之间相互的这个作用力 相互之间的影响 那你的相关系数这个影响因素 你往哪去加呀 你当然不能往a方里边加 也不能往b方里边加了 你只能往2ab这里边去加 所以它加到这里边来 就在2ab的后边加一个小尾巴 这个小尾巴是他俩相互之间的相关系数 第一项资产和第二项资产的相关系数 加到2ab后面的小尾巴里边去 R1 所以相当于在这个公式后面 再乘以一个第一项资产和第二项资产的相关系数 结束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两项资产 标准差的计算公式 还难吗 这个计算公式 你把这样去理解了之后 你觉得这个公式本身看上去那么多的指标放在里面 它背后的原理理解清楚之后 是不是也没有那么复杂呀 是不是还好呀 对吧 所以你把小A和小B理解了 然后知道我们的投资组合里边 到底它的影响因素有几项 那你第二项这些相关性的影响因素 到底怎么往里加 这个时候 这个公式自然而然 你就记住了 好了 那这个没有问题了之后 你看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一说 当两项资产 我们这里面的相关系数取到那些特殊值的时候 它代表什么意思 当两种资产是完全正相关的时候 你看当R它等于正一的时候 回头头来 这个公式你知道它的结果是啥了吧 你把那个R等于正一带进去 它不就是A方加B方加2AB吗 它开方开出来不就是A加B吗 对吧 那它最后的结论是不是就是说 相互之间这个是正相关 正相关 你说它最后的这个组合的标准差是等于啥 是不是等于它的加选平均值啊 对吧 是不是就等于这里边各单项资产的加选平均值啊 所以它的报酬 就是它的收益是加选平均数 它的风险也是加选平均数 因为两者是完全正相关的 因为R等于1 你带到公式里边去用定量的数学计算的方式 也能够看得出来结果 它就是等于这单项资产标准差的加选平均值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结论是啥 结论是风险是加选平均数 你有没有风险分散效应啊 没有 你只有当它不等于加选平均值 它应该是小于加选平均值的时候 我们才说这个组合能够把风险给降下来 但是你组合了半天 最后你的风险 组合的风险就是对单项资产的 风险的加选平均值 那你哪分散风险了呀 所以我们说风险不变 这种情况下没有风险分散效应 所以这个结论大家需要去记住 如果我们说它没有风险分散效应 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R等于1 这两个结论 大家是要能够相互转换的 当我说它没有分散风险的时候 你要马上能够反映出来 它背后的前台词是什么 它背后的前台词告诉了你 相关系数等于1 所以我们考试的时候经常会告诉你说 这个投资组合 它无法分散风险 它没有风险分散效应 背后就是告诉你说 两者相关系数等于1 这个结论相互之间的转换关系 你是要非常非常清楚的 对吧 而当它题目当中告诉你说 两者资产之间的相关系数等于1的时候 你要马上也能得出一个具体的结论 就是两者之间是完全正相关的 且这个组合没有办法分散风险 他们的组合的风险 组合的标准差 就是里边各单项资产标准差的 加权平均值 好了 那进而我们有了这个前台词之后 我再往后推一步 能推出一个什么结论呢 只要它不等于1 听清楚啊 只要它不等于1 那么整个组合就有风险分散效应 你看这个结论是成立的 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了 它等于1的时候 这个组合没有风险分散化的效应 但只要它不等于1 它就有可能 它就可以分散风险 好 那请问它不等于1 它可以等于几 它只有可能小于1 对吧 因为整个R的取值范围就是 负1到正1 正1已经是它的极限值了 最大值就是取到正1 那么它如果不等于1 就意味着它是小于1 只要它小于1 就可以分散风险 所以这个结论也是成立的 这也是前台词 如果我们题目当中告诉你说 这个投资组合 它是可以分散风险的 前台词是什么 这组合里边的相互资产之间的 相关系数是小于1的 或者题目当中直接告诉你说 相关系数小于1 你要直接得出这个结论 就是这个投资组合 是可以分散风险的 那所以这是我们所讲到的 跟1的这个关系 已经得出了非常重要的结论 在考试的时候 经常会特别灵活的给你条件 你要能够分析出来 它背后想告诉你的是啥 接下来 两者相互之间的关系 是完全负相关的时候 R等于负1 你来看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A方加B方 加2AB乘以R12 它变成了什么 是不是变成了 前面这个正号变成了负号 就变成了A方加B方 减2AB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 A减B 那所以A减B的这个结果 就是我们在完全 负相关的时候 两个组合的标准差 但这个组合的标准差 最后我们得加一个绝对值 因为标准差 有可能是负数吗 大家想想 标准差有可能是负数吗 不可能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标准差 它其实是通过方差 给开平方开出来的 方差已经是一个绝对的正数了 那标准差 它一定也是的正数 所以你要在A减B 外边加一个绝对值 这个其实就是 我们在完全负相关的时候 我们所体现出来的组合的风险 那什么时候 我们这个组合 在完全负相关的时候 它没有风险 或者风险能够被完全抵消掉 就当且紧当 上面这个标准差 等于0的时候 等于0的时候 两者完全负相关 相互之间的这个风险的变动程度 能够直接相互直接抵消掉 那么组合就没有风险了 这是我们所讲到的 完全负相关的情况 那么更多的情况 是在两者之间 对吧 更多的情况 是在负一和正一中间去取值 那在这个取值范围当中 我们说它都是 有风险分散化效应 再多问一句 我们说在这个取值当中 有风险分散化效应 它等于负一的时候 有没有风险分散化效应 有没有 有没有 它在负一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风险分散化效应 所以还是那句话 不用管 风险分散化效应的具体取值 只要它不等于一 或者说 只要它小于一 风险分散化效应就存在 那这个时候 就大家容易陷入到一个 认知的误区 或者踩坑的里边去 如果这块你没有理解透彻啊 或者你没有把这个 背后的原理真正的理解住 考试的时候 你特别容易发现的错误 就是 R等于零 同学经常会犯这个错误 说R等于零的时候 来我问你 能不能 分散风险啊 R等于零啥意思啊 两个资产相互之间 没有相关性 有同学 自然而然得出一个结论 都没有相关性 哪来的风险分散啊 所以就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 说R等于零的时候 没有风险分散化效应 错 R等于零的时候 两个资产不相关 但是它也分散风险 它也可以分散风险 你想 R等于零的时候 R等于零的时候 你后边 这个RABR12就没了 没了 对吧 那你得出的这个结果 是A加B吗 你小于A加B 后边这一块都没了 对吧 你把它给剔除掉了 所以只要R是小于1的 你后边的这一部分数字 它就是比开方开出来 这个A加B的结果是要小的 而A加B呢 实际上是什么 A加B就是那个风险的加权平均值 对不对 你这个A加B不就是我们所说的 那个各单项资产风险的加权平均值吗 那你只要这个最后的结果 它是小于开方开出来之后 只要它是小于A加B的 那么它就是小于你的加权平均风险的 那它就是有风险分散化效应的 那你把R等于零带进去 你试试看 它只剩下一个A方加B方了 开方出来之后 它肯定小于A加B 所以它是能分散风险的 而你只要这个R不等于1 只要它小于1 那你后边这一块都小 都变小了之后 它开方开出来 都是小于A加B的 它都小于加权平均的风险 那它都有风险分散化的效应 所以这个结论 其实你把它带到数学公式里边去 同样也是能够得出 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结论的 所以这一块的内容 希望大家能够非常清楚它的原理 然后不要控制死基硬背 你要死基硬背 这块我跟你说 你不知道要复习多少遍 你复习第一遍 似懂非懂 然后做题错了 再来看一遍 再来看一遍 还是不把这个原理给弄明白 还是不把这背后的 前后的逻辑关系给梳理清楚 然后你做题还会错 然后你永远就觉得 这一块跟天书一样 我告诉你 大部分同学 其实在学第三章的时候 为什么觉得它难 就是因为这部分的内容很理论 很理论 而且这里面需要一些概率统计 和我们在初中数学 高中数学当中 所运用到的一些具体的公式 对吧 那这些 如果你单纯的 就只是去理解它的表面 那对应的这部分的内容 对你来说肯定是天书 但是如果你能够把前后的这些基础 都建立起来联系 你能够把我们前面讲的 现在讲的和中间的这些桥梁 都搭建好 那我相信 对于你理解这部分的结论 和这里面的结论的推导 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容易 比较简单的吧 这块应该还好 对不对 好了 那这是我们这个所讲到的 这里面如何去这个理解 还有同学 还是不明白 当R等于0的时候 怎么就能风险分散了 我刚才说了 你把这个数字带到这个公式里边 去算一算 R等于0的时候 后边这一块没了 对吧 R等于0这一块不就没了吗 那你A方加B方开平方 开出来之后 它跟A加B中间的关系是什么 它一定小于A加B 那小于A加B小于你各单项资产的 加权平均风险 那不就是有风险分散化效应吗 对吧 哪怕不相关 我也能分散风险 那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把这个结论掌握清楚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道教材的例题 说假设A股票的期望报酬率是10% 标准差是12% B股票的期望报酬率是18% 标准差是20% 假设等比例投资于该两种股票 各占50% 分别计算两种股票的相关系数 等于1和等于0.2的时候 那该投资组合的期望报酬率和标准差 这条题目 首先来看一看到底让你算啥 算的是投资报酬率 这个期望报酬率和标准差 对吧 算是收益和风险 然后呢 还要让你分别在R等于1和R等于0.2 两种情况下去算 所以你要算出来4的数 要算出来4的数 这4的数 跟R相关的是什么 跟R相关的是啥 跟R相关的是风险 是在计算标准差的时候要用到 你的期望报酬率呢 期望报酬率在这里面受不受影响 期望报酬率就是加薪平均值呀 对吧 两者相互之间的相关性 并不影响你的期望报酬率的计算 所以期望报酬率是很简单的 直接拿各自的报酬率乘以各自的权重 算你的加薪平均值14%出来了 它跟你的相关系数是多少 没有关系 等于1等于0.2 你的期望报酬率都是14% 那当R等于1的时候 整个资产组合是没有办法分散风险的 对吧 那相关是一个完全正相关的情况 那组合的标准差是AB这两种股票 标准差的加薪平均值 所以你就直接把标准差去乘以对应的权重 计算出来的加薪平均数16% 就是组合的标准差 这是当它完全正相关的时候 那它没有完全正相关 R等于0.2的时候呢 带到我们的公式里边去算呀 带到公式里边去算呀 对吧 那小A和小B 当你看这个公式 你觉得特别复杂 一下子写不出来的时候 你就把它拆一下 拆一下 我们大概不是说了吗 小A应该等于大的A1cdm1 小B呢 等于A2cdm2 对吧 那你就把一项第一项资产 第二项资产对应的这个数字 往里带呀 你看A它就等于了 50%的权重乘以 这个第一项资产 它的标准差 应该是12% 好 B呢 是50%的权重 乘以对应它的标准差 20% 对吧 你看这不是写了吗 12% 20% 你把第一项资产A股票 B股票的往里带呀 对吧 那小A和小B都有了 那记不记得 我们整个的标准差 组合的标准差 应该等于 根号下的 A方 加B方 加上 2ABR12 对不对 好 那你就把A和B往里带呗 唯独不就是 那个相关系数 在这里面 是不知道的吗 但相关系数 我们前面假设条件当中 给了你0.2嘛 那你把0.2往里一乘 这个结果 不就算出来了吗 所以你上来 不要去把这个公式 一下子看上去 感觉那么复杂 你把这个公式背后 给拆出来 拆清楚了 把这个小A和小B 先写出来 然后就带到这个 你更熟悉的 这个根号下 A方加B方加 RAB R12的这个公式里面去做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 如果要考计算 至多至多考到这个程度了 但是哪怕就是考两项资产的 这个组合的标准差的计算 我们历史期间的整体当中 考的也非常非常少 所以这部分 希望大家能理解 因为如果要考试 要考 我觉得它不过分 这块你看上去 其实它复杂 看上去公式 这个看上去很多 里边要计算的量很大 但背后的原理 其实是相对 还是比较容易去理解的 所以这部分的计算 如果要考到了两项资产的 我觉得它不过分 反而如果考多项资产的 考三项以上资产的 几乎就不可能了 两项资产考的也非常少 但是你得会 这部分的内容 我建议大家是要掌握 但是考试的概率相对比较小 更重要的是 我们这里面所讲到的各种结论 好我们来看一下 在考试的时候 如何去考这个结论 你看16年的这道多选题 说市场上有两种 有风险的证券 X和Y 就把它当作两个有股票 然后下列情况当中 两种证券组合的 这个投资组合 它的风险低于二者 加券平均风险的有 这句话给你翻译一下 啥意思呀 你看说了这么长一段 啥意思 就问你说 下列这些情况里面 什么哪一种投资组合 它有风险分散的效应 或者它能够降低风险 对吧 这句话翻译一下 不就这个意思吗 他问你说这两项 在一起组合的时候 在以下哪种组合当中 它能够降低风险 那降低风险的情况 背后我问过你 对吧 你要能够翻译的出来 它前台词呀 前台词是什么 前台词是什么 前台词是R小于1 能不能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建立清楚啊 当你一旦看到这里的这句话 这个文字一出来 就告诉你说 组合的风险低于二指的 价格平均风险 你要知道它指的是风险分散 指的是风险可以降低 组合风险比价格平均风险要低 那背后的意思是什么 前台词就是R小于1 那你就R小于1的结论明确了 ABCD四个选项里边去找呗 对吧 那这道题目是不是就出来了 简单吧 这道题目就是我们16年的整体 答案不就是ABD吗 对吧 好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这种题目 当你能够把这个搞清楚了之后 这里面的陷阱没有什么陷阱了 这个陷阱就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 就是R等于0的时候 R等于0的时候 是不是没有风险分散效应啊 不是 只要R小于1都有 R小于0我们带到数学公式里边去 你也能看得到 它是可以分散风险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 第四个问题 第四个 就是多项资产当中的风险 多项资产组合当中的风险 我们如何去行衡量 我们当然讲的是最简单的这种组合 就是里边只有两项资产 从一项资产变成了两项资产一个组合 现在我们再往里边加更多的资产进去 那么这种证券组合的标准差 不仅取决于各单项证券的标准差 还取决于证券之间的协方差 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相关性吗 这种我们之前讲的有没有差别 没差别 只不过这里面相关性变得更复杂了 对不对 我们之前只考虑两项资产的相关性 但现在如果是三项资产 我可以两两组合 对不对 我是不是可以两两组合 如果是四项资产 也是两两组合 因为当我去衡量协方差的时候 永远衡量都是两个变量之间的协同变动关系 所以我理解一下这句话 协方差永远衡量的是两个变量之间的共同变动关系 所以你别管这个资产组合里边组了多小项资产 但我计算的每一个协方差都是两两之间的共同变动关系 不是三个之间的变动关系 不是四个之间的变动关系 而是两两的变动关系 对吧 所以你去看一下我们在整个协方差的定义当中 在第82页 在第82页 协方差是用来衡量两个变量之间的共同变动程度的 所以你资产组合里边不管组多少的资产 我永远要去计算每两个之间 它是怎么协同变动的 而每两个资产相互各种组合中间 所带来的这个协方差 它最后会影响到我们组合的标准差 好 那这个明确了之后 我们看一下后面这些特别重要的结论 这句话 随着证券组合当中证券个数的增加 协方差会比方差项来的越来越重要 什么意思 回过来看一下组合的标准差 组合的标准差等于A方加B方加上2ABRAB或者RE2 对吧 那这里面我们讲了 它受到各单项资产标准差的影响 各单项资产的标准差 A方 B方 对吧 还受到协方差的影响 协方差的影响在这呢 然后后边这句话 这的结论是 随着这里边资产的个数变得越来越多 前边的这些影响 什么A方B方的影响 会变得越来越小 真正重要的去影响到整个组合标准差的 是后边那种协方差的部分 怎么去理解它 怎么去理解它 来我们画一个图啊 我们刚才所讲的是两个资产 A和B 对吧 两个资产 那两个资产在做组合的时候 咋组合呢 你看啊 这是A和B 你画一个图就组合出来了 这不就组合出来了吗 你看A和A组合 这是A方 B和B组合 这是B方 然后A和B组合呢 这是AB 然后这个B和A组合呢 比如说 这样吧 A和B组合 这是AB B和A组合 这是BA 对吧 这不就是两个资产相互之间组合出来的情况吗 所以为什么后面是2倍的AB乘以RE2呢 因为这有一个AB有一个BA 这是两个不同的组合 好了 正好它计算了两次对吧 它在一个对角线上是它的标准差 然后呢 剩下的地方其实都是两两组合出来的结果 好 这是两个资产的情况 那我们往下 三个资产 A B C 纵列 ABC 来 看一下啊 这是对角线上的A方B方C方 没问题吧 好了 然后剩下的位置上全是两两组合 这是BA 这是CA 这是AB 这是CB 这呢 是AC 这是BC 对吧 好 那我来问问你 请问在三项资产当中 标准差有几个 标准差有几个 标准差是不是对角线上三个呀 是不是这三个 那我问你斜方差有几个 斜方差有几个 只要两两组合就会产生斜方差 因为我们说了 斜方差是我们要去衡量 两个变量之间协同变动的程度 所以你只要协同出来了一组 那就会有一个斜方差 那剩下的斜方差 你算算一共有几组 一二三四五六 你别管它是AB和BA 你就把它当作是两个斜方差 你把它当作两个斜方差 因为它这两个要重复计算一次 对吧 这A和B的关系 B和A的这个关系 反正你就把它当作是两个 你就在这个排列组合当中 你就去算剩下的那个空格有多少 这是不是 这是不是二对二啊 二比二对吧 现在呢 这是一二三四五六 这是三比六了 来再往下走 A B C D A B C D 你自己可以画一画 你看一下 如果是四个资产组合 我现在这挪开一点 四个资产组合 那这个时候对角线上 仍然是A方 B方 C方 D方 是不是四个 我们所说的标准差呀 好 四个标准差 剩下的全是斜方差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十一个 十一个 十二的 对吧 四比十二 那你再往下 五个资产 六个资产 七个资产 八个资产 更多的资产组合的时候 请问标准差的个数是什么 标准差的个数就是 你组了几个资产 那你最后的标准差就是几个 所以它就是对角线上 剩余的地方全部都是斜方差 当你的资产组合个数越来越多的时候 利比尔资产越来越多的时候 请问这个笔值是不是会变得越来越小 那你左标的这个所谓的标准差 它的影响就会微乎其微 最后基本上影响你整个组合的 这个风险的最主要的因素 变成了右边的这一块 右边的这块斜方差 变成了最主导的因素 这就是我们最后得到的这个结论 随着证券组合当中 证券个数的增加 斜方差比方差向来的更加重要 因为其他地方全是方差 只有对角线上是标准差 那再往下看 当一个组合扩大到 能够包含所有证券的时候 只有斜方差是重要的 方差向将变得微不足道 对吧 就是我们所说 刚才那个笔值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那个笔值它所反映的 其实就是方差 对于我们整个组合的影响 那当它变得无限大的时候 当它已经包含所有证券的时候 这个方差的数量 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 那最后其实只剩下了 那个斜方差的量 我刚才这个有一句口误 那个对角线上的都是方差 不是标准差 所以方差的这个影响 就会越来越小 因为方差的数量特别少 剩下的所有的地方 全是斜方差 所以真正影响最后组合的 这个最终风险 或者组合的最后风险评估的 其实是那个斜方差 你里边组合的这个资产数量越多 那斜方差的影响程度越大 因此充分投资组合的风险 只受到证券之间斜方差的影响 而与各证券本身的方差无关 这就是我们一直去找到 那个最极限的状态下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组合里边 其实最后只剩下斜方差的影响了 方差几乎你可以把它的影响忽略不计 这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结论 这个结论是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作为选择题的选项 经常会遇到的 所以这些结论希望大家要去理解 理解的技术之上 看到这些结论 要能够马上的选出来 它的表述是没问题的 好吧 好了 那到这里 我们就把前面这个资产组合的 具体的风险评估 我们给大家讲完了 然后我们可以休息 这个 我们休息到几点呢 现在是五分六分 我们休息到十 我们休息到十五吧 好不好 我们稍微多休息一会 我们休息十分钟 然后回来之后 我们继续讲后面的内容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